羅亭輝是北區連線的成員 曾經在台灣工作的他 見到台灣人無論勞亂都很支持本土實業 覺得香港也應該是這樣 剛剛過去的暑假 他就搞了個北區條理農務實習新計劃 找了七間本地木廠、農場、啤酒廠 給年輕人做實習 要他們奮身理解工廠的成本運作 專傳外銷等等之餘 到上閘司廣益一起為本土工業尋出路 香港很多本地實業廠 其實十間有九間都是虧的 大家都是吹雞 要收米 一班義工五、六十人就圍過去 作為一個生意 我們不是搞合作社 農業技術、產能提高之後 其實可以賣貴一些 我們應該朝目標去發展 今天我們就和一老一亂的實習生 去不同的木廠實習 在元朗、環州的香港木庫 他們自資租吊車 幫農民或山區的居民 回收打風之後 踏木做家師 晴天氣溫四十度 下雨又漏水 住元朗的阿楓 是今年DSE畢業生 人生第一份工就來了這裡 其實我最怕的是現在這個擠膠的工序 可能要這樣鑽一下 走來走去 看清楚我究竟是黏實味 但我一次來的時候是夏天 那天是六、七月的時間 真的很熱的 我試過溫度計那天三十多度 風扇有未裝的 每做十分鐘的工作 還要走開去喝水去抹汗 我的同事問我是否洗完澡 還未抹身 這個是第三資源來的 第一選擇就是不難樹下 然後吹啤啤 今晚這個計劃 其中一個想法就是想幫回本地的企業 計劃裡面的企業 都不是很賺到錢 實習的人工是兩個月 一萬元 現在就五百元一日 初來報導的他 連地都掃不好 長期都是兩隻手拿著 然後不斷掃掃掃掃 但你無論怎樣掃都掃不乾淨 很快就會猜 很快就會無力 應該是一堆堆掃 然後一次過拿去清 現在他已經刨得一手號目 突然有水泥車洗來嗎 他還可以衝出去幫忙鋪水泥 快點 快點 很棒 對 去那邊 去那邊 因為我們要鋪電腦 這樣就作爛了 然後要叫水泥車來倒水泥 我們還用爬去爬平回路 這個就是我比較想不到會接觸到你的東西 我想對於我們所有參與的同事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驚喜 其實什麼都要做 現在對比之前真的差很遠 開頭的時候真的覺得他十下十下 現在其實就很醒目 你會期望他會可以自行自己做完 我們現在這一代00後 其實連DNT都沒得讀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們其實正正就是 因為前面有很多木資源在 而我們禮手扔掉 然後進口外國的東西 然後背靠大陸的經濟圈 來營運我們自己本土 就搞到現在這樣的狀況 其實來會 我想差不多已經接近補了四至五小時 值得嗎 值得 因為你那樣東西是自己喜歡的 等這個機會已經等了超過十年了 四十多歲的Witchard 本來做飲食業的 從小就喜歡木 辭了工之後來參加實習計劃 晨早7點出門口 由觀塘來回古洞 去有70年歷史的刺激計木廠做學徒 是計劃裡面最老的一個 全叔早晨 阿曬早晨 阿曬早晨 什麼都還沒開始 已經很熱濕了 是啊 每日照就是這樣的 其實我想在芥木上 本身是可能幫不了什麼 因為那些都涉及到 一些很大的技術 可能就算是搬搬抬抬 也都未必需要得到 芥木廠現在主要接芥木訂單 以及做導賞團 推廣香港芥木市 幫不了手 Witchard希望做多些作品 擺上網賣 用Marketing的方式 加強推廣 這件現在坐在這張椅子 其實就是整個實習過程 第一件希望有的作品 去到五時就真的要去問 咦 上面這一塊 應該用什麼材料 去處理了椅子 他突然跟我說 就門口這一塊 其實這一塊 我們俗稱的 船木 其實就是灣仔碼頭 未拆的之前其中一塊的木 其實就放在這裡 這個門口 當初我想 起碼超過兩個星期 天天 原來都會走過 原來就不知道 原來就踩了一件的寶 師傅很多東西都喜歡擺在心裡 他不喜歡表露出來 但是去到某些位置就知道 其實他很多東西就看了 他表露了出來 不過就看你自己能否接收到 做木馬 有一件很普通的材料 是突然間他找到一件東西出來給你 不如就用來做它 就換了它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獎相 這個是他對你一個的回應 要落筍位 你給他一些漂亮的東西 他做得很漂亮 因為他做好之後 他得到榮葉 得到滿足感 那是獎品的 也有些 每個人都說做大木工人 好像做地盤佬 沒有人去做的 剛才沒買到嗎 一開始期望 可能木庫 這些同事 可能都是上一年幾位中年 但原來來到之後發現 其實身邊的同事 說最年輕的可能二十多歲 風水幽默 又說得 對 那個階段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除了一些小話 他說完 我不懂笑之外 其實都應該可以 大家會分享 自己看到的資訊 我覺得這個是 新一代做木工的方法 喜歡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可以看到一件事 慢慢經過自己的努力 變成一些很平滑 很英俊的貨品的時候 這裏都會感到有些開心 有些成功感 有些沒足感 其實我們想大家去明白 我們香港是有我們自己的原目 能夠可以入到 即是出的聽堂 熱害香港 這個城市不會那麼容易適逆 因為我們的希望 寄託在這群青年人身上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